白羊座 白羊座有甚麼問題 又可以怎樣做 白羊座我們看今年其實很好 其實剛剛過去的二三年是很動盪的 二年開始 二四年我們就叫做你鎮圓 有白羊極端好有極端差 這些都過了 二四年我們恭喜你平穩 不要那麼驚圖鞋狼 沒有嚇到你了 你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上半年還是財運不錯 酸美水 改革等等 要在上半年都給一個完結 定立了就跟下去就可以了 我覺得可以優養 正式 保持平穩 沒有甚麼大的改動 讓你先休息一下 那是甚麼色旺 今年不算他們用的傳統顏色 是紫色 紫色旺白羊 對 直接的水晶就是紫水晶 對 都是溫和 人緣雲 因為今年在雲勢上 都比較自主 希望多些人氣 輔助你比較好一點 有人分擔一下 那號碼呢 是五號 五號 圖案比較特別 你適合在今年旺季的位置 是水瓶座 所以你平時 水瓶座公仔 水瓶座的象徵 我們每個星座都有符號 水瓶座可能大家聽到 就是一個波浪 一個水的紋味 所以水瓶座的符號是好 金牛更加好 今年應該說 今年是十二年入面最好的一年 所以說是你的年 重點的年 所以 其實又不是 怎麼用好加強你的 你都這麼強 那敢上添花 敢上添花也可以 但我提一提 金牛座其實是一個很保守的星座 要平穩 安全 不是很感冒險 但我想提 十二年一遇的機會 你怎樣都要來一個改革 你怎樣都要試 所以我想說 把握好你的運勢 離開你的舒適區 讓自己多點突破 那有甚麼顏色 可否旺到純順 是 都是紫色 都是紫色 而珍石也是紫黃珍 那甚麼號碼呢 五號 都是五號 都是五號 沒錯 你這麼旺 選你自己的符號 金牛 金牛的符號 金牛的符號 金牛的主宰星就是金星 金星的符號 所以你不用靠別人 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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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 雙子也不錯 因為木星 我們的大吉星 在下半年都來到他的主公 他應該計金牛 就是他2025 就拿了金牛的第一位 輪到他那邊 等多一年 所以你下半年來的了 其實改革 有這麼好的機會 對他沒有問題 不過他的問題 就是你的幸運 要做一些堅定 或者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不要做太近 一些長遠的規劃 比你有前瞻 因為打後的至少兩年的時間 都會是你最好的機會 所以把下半年開始 打下半年開始的兩年 那給了什麼顏色 好呢 藍色 都是藍色 藍色 藍色 即是藍精石 我們選了一個特別的 叫青金石 青金石 它的名字叫青金石 但它其實是藍色 而大了一點 像金箔一樣的色 是法老王用的精石 六號是你的幸運號碼 而圖案是天秤 天秤 所以天秤 天秤 這些圖案都對 巨蟹 來吧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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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大致都很平穩 因為不算那麼多吉星 是主要的功能 但是各樣平安 唯一一樣的就是偏才一般的 不要賭錢 當然了 我們跟它打麻將來 贏呀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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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點號碼 我想買股票 這個是今年差一點 薄彩 你差一點 投機 你收手 什麼色號 是橙色和橙色 橙色 橙色 對 橙色 其實也對 是它平時的東西 就是 有些人這樣說的 自己行運的時候 就會選到自己最適合的東西 對 它的號碼怎麼辦 號碼是9號 嗯 但是很有趣 我們給一個圖案 因為每一個星座 我們都有一個塔羅牌代表 那個象徵是蝸牛 蛤 蝸牛很慢 好像我那麼慢 是蝸牛 蝸牛捲賣石 是蝸牛捲賣石 我們想的 在這個氣場的象徵 蝸牛是什麼 是腳踏實地 但是精石入面 都可以選擇馬老 嗯 OK 馬老的精石是很溫柔的 但主要是健康的 是一個 如果今年有一些家庭的計劃 平安 建立一些挺好的平和安全的氣場 處女座今年是滿意的 都是平穩的 因為木星在時光 這個都等了一些時候 因為冥王星是二、三年有一個大的轉動 之前他一直都在處女座的桃花宮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象徵 我們叫空星離開 不是一定要吉星盡住 空星離開是負能量減 所以今年給處女座的希望 因為你的事業工有吉星 不好的桃花又走 所以今年轉工和找新對象很好 我們給處女座都是大地式 不過是深式 暫時都是處女座 今年是一個低調的 我們都希望是踏實 主要不是衝最快的一年 今年上工作那裏加強一點 建議是苦眼石 苦眼石是財運的精石 有些貓眼的感覺 也是以一個穩定增長的財運來投資 有些會去到深啡 但是高級數一點會好像有貓眼轉口 那號碼呢 號碼是七號 七號 是呀 外國人說的Lucky Seven 圖案也很特別 是塔 塔 燈塔 任何的塔 還有什麼塔 金字塔 金字塔 是塔型的 天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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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的 天蠍有很多吉星在婚姻 愛情功 當然桃花裡面有穩重的土星 加一些浪漫台皇星在桃花 所以如果今年拍拖是好的 要是拉上天蠍 要是遇到單身的人 遇到真命天子的機會很高 所以今年選了新男朋友 那位有機 要認真點選擇 是一樣 今年天蠍很適合生小孩 是嗎 公切 公切 補充一句 補充一句 水晶 紫晶 紫晶 這是天蠍座從來的 我們每一個星座都有誕生石 是 今年就是用你的誕生石 紫晶 所以顏色都是紫 不過有些有趣的 紫晶有很多顏色的level 有很淺 有些是玫瑰籽 有些是深紫 天蠍座永遠都是用深的 用最深紫 套數是五號 你的圖案是人馬座的圖案 人馬座的圖案 是 人馬的圖案是一個箭 大家記得它是射箭 所以今年用多一點箭的符號 都不錯 人馬呢 人馬都是不錯的 在上半年都是關於人的 人和那方面不錯的 上半年工作上的人和不錯的 例如建立團隊 不過有些分別不是貴人 它是建立團隊 例如請人 找自己的助手 那個位置就不錯的 就是我要建立自己的團隊 所以它不是有貴人給一個什麼機會 一個上司提攜 不是的 反而是它能夠帶出一個挺好的團隊 做到自己的目標 這個挺好的 下半年的人馬就回到婚姻院外戶 所以它帶著人的感覺也挺好的 給它什麼顏色 太陽石可能大家聽過月亮石 聽過 其實它們是同一個系列 叫拉長石 是某一個科 月亮石偏白藍 但太陽石偏黃 所以有些人說是紅月亮 有很多名字 但傳統都會叫Sunstone 幸運的一個圖案是樹 多一點樹 真是樹 不是盆栽 是真是一棵樹 甚至是樹枝 其實我最初想的是樹枝 樹枝的圖案很凋零 所以你想一棵大樹 那個樹不需要花 不需要什麼是樹幹 我們要的是木的感覺 最後是摩蠍座 摩蠍座也不錯 因為冥王星離開了你本宮 平留在你那裡二十年 我記得你上次說過 不知你過去二十年有什麼挑戰 這個大運也過去了 你迎接下來 我們覺得有疲極太久 這個意思 所以今年木星又在你的人園 其實正式都是桃花多一點 所以今年又有多些新的東西玩 擴闊生活圈子 認識多些新朋友 幸運的顏色是深紅色 一定要深紅 不可以試 棗紅也行 棗紅的棗紅色 傳統摩蠍座的彈生石都有兩個 一個是六重石 但我們今天選的另一個 就是石榴石 都是它的彈生石 而也是深紅色 幸運的號碼是一號 終於有一個一號 圖案呢 是Infinity的圖案 打一個橫的八字一個 今天我們就說了2024年 大家的運勢可以如何再好一點 記得現在轉了你的wallpaper 電話的wallpaper 找找水晶 記住自己買六合彩 要買哪個號碼 哪個月份 希望大家 在來的這一年 都是運氣非常好的 我們下次星座片再見 Bye Bye